民众一旦组成军队就不能仓促解散 威权一旦授予就不能突然更改 撤军回尸的行动是军主存亡的决定因素 所以采用封关佳绝的办法来削弱将帅的势力 采用赐予封义的办法来剥夺将帅的权利 这就是称霸诸侯的人所用的策略 因此称霸诸侯的人的兴起 其理论是杂乱的 保全国家网络英雄 这就是忠略所论籍的权势 所以一代君主对此是秘而不宣的 本节再次强调削弱将权的问题 提出环师霸君存亡之阶 意思是说班师回朝时 是君主权位能否保住的关键 因为班师回朝的将帅 是战功卓著的功臣 处理不好就会失去人心 但他们未有重兵 不处理又会威胁到君主的地位 所以采用封关佳绝的办法 来削弱将帅的势力 采用赐予封义的办法 来剥夺将帅的权利 这就是霸者用人的策略 做人臣的也要了解霸数 忠略是讲霸数的 极其复杂 其要点是知人用人通权答辩 也是历代君主秘而不宣的秘学 做人臣的 身小忠略后 对外可以刻地建功 享受荣华富贵 对自己可以明白如何保全性命 终生平安 在历史上 每当战乱初起 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 战争的胜负决定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所以一来对受命于危难的将帅 都要举行极为隆重的仪式 授予其极大的权利 但战争结束后 就给矛盾解决了 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所谓新的矛盾就是将帅功臣与加强军权的矛盾 所以君主一方面要解除将帅的权利 使其无法以意识之私分 图谋不轨 另一方面又要加官进爵 名声暗将 在表彰其盖世功勋的同时 只给他挂一极其荣耀的虚弦 最后封给他富饶的土地 赐以珍玩美色 让他去享清福 所以大战一停 环视于朝之时 也是存亡的关键时刻 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 功高仪式的谋臣孙武和吴子虚 在胜利后所持的态度不同 结局也截然相反 原因就在于孙武明白这一道理 而吴子虚却不按于此道 吴王和鲁打败楚国 班师回朝后 润功欣赏 以孙武功傲最大 但孙武不愿做官 这一回向 归隐于风光秀美帝罗夫山 吴王让吴子虚设法挽留孙武 私下里孙武劝吴子虚及时引退 无奈吴子虚不以为然 孙武见他不听忠告 只好之声飘然离去 而后来吴子虚终于被吴王夫差赐死 完全应验了孙武当初的预言 趣 exemple 明显是 rare的 主持人好